近日,知名博主爱看山的叔叔在其个人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组关于即将发布的智能手机系列的配置信息 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据该博主透露 这一系列新机被命名为荣耀骂整齐 将包括标准版和Pro版两个版本 同时还有一款Ultra版本但具体信息尚未公布 这些新机的一大亮点是采用了全玻璃后盖设计 并支持高达100万的快速充电技术 然而,随着讨论的深入,一些细节开始浮出水面 暗示博主所爆料的实际上可能并非荣耀Magic 7系列 而是华为的Nova 13系列手机 更有趣的是,还有消息称 华为正计划为其最大号的平板产品预测为 华为MatePod Pro 13.2推出一款流光版 该版本将采用OLED屏幕材质 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 根据最新整理的配置信息 华为Nova 13系列包括标准版和Pro版两款机型 其中,标准版机型将配备100万快充技术 提供12GB加256GB和12GB加512GB两种存储选项 采用光学指纹识别技术,并拥有新尿黑,落灯绿,雨沙白,雨沙子等多种配色选择 延续了Nova系列手机一贯的丰富色彩命运传统 在摄影方面,该机型将配备6000万像素的前置镜头和5000万加800万像素的后置镜头 在摄影系统上,Pro版将配备6000万加800万像素的前置镜头组合 以及5000万Rib加1200万加800万像素的后置镜头组合 为用户带来更为出色的拍照体验 此次关于华为Nova 13系列手机配置信息的曝光 不仅展示了华为在智能手机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 也体现了华为对产品设计和用户体验的无懈追求 随着发布日期的临近 更多关于这一系列新机的细节和亮点值得期待